同學,我們上課了 我們今天要上的是 電子在均勻的磁場中 電子不是有自選嗎? 自選會受到磁場的影響 它就會隨時間做變化 我們看電子的自選 在均勻的磁場中怎麼變化 這是我們在 星期二上課的時候 電子的自選 它有一個磁場局 因為電子是帶負電 所以這邊有個負號 磁場局跟自選的方向是反過來的 這邊有個負號 因為它帶負電 我們知道這也可以寫成這樣子 我們用包裏的 polymexis 包裏的矩陣 因為它是 包裏矩陣跟自選的角動量 是差一個二分之一H bar 然後我們複習一下電磁學 你們在電磁學學過 一個磁我級 一個磁我級在均勻的磁場中 它的能量是怎麼樣 負的 然後儲偶級 點成B 負的然後儲偶級點成B 然後我們把這個帶進來就得到 就得到那個公式 那我們選擇 我們選擇坐標 選擇 我們選擇一個坐標 然後選擇 那G軸在磁場的方向 就是我們的G軸 選擇這個坐標 那G軸是在磁場的方向 然後這樣的B就變成 B就我們用相當 用那個 單位相當表示的話 B就是能 那B變成是一個純量 那這樣的話 那個harmtonium就變成這樣 就是 這個點成這個 那這是B在這個方向 所以這是C Z對不對 一下我們把這些量減寫 就是我們這樣 我們這樣這個量 我們用這樣一個符號來表示 我們用一個Omega0 其實這個單位是 是頻率的單位是 這腳平的單位是 所以我就用一個 腳平率的符號來表示 然後這樣 如果用這樣表示的話 Harmtonium會變成什麼 我把它把它掛起來 對不對 那所以就變成什麼樣 H8Omega 所以我們的式子可不可以簡化很多 式子可不可以簡化很多 那我們下一步 我們現在不要知道自選的 自選的那個 隨時的變化 那我們要解什麼 我們就要解 隨時的隨時的 隨時的equation 當然我們現在 不能 我們現在用矩正方式來解的 因為 因為我們知道自選的 不能用破環數來表示 不能用空間的破環數 所以我們的 現在問題變成這樣 我把以前那個式子寫下來 然後把它對應過來 這是以前我們用的 隨時的equation 對不對 那以前的隨時的equation 這邊有一個 空間的變量 這邊的空間的變量 讓我們知道我們自選裡頭 有沒有空間變量 沒有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空間變量怎麼樣 把它換掉 我們就變成這樣 只是我們沒有R 對 另外呢 這個時間的函數呢 我們 我們現在是 談論自選嘛 所以我們要用怎麼表示 我們用矩正的 我們在談到現在 我們自選是用矩正表示嘛 所以我們這樣怎麼表示 它是個spinner 對不對 這狀態是個spinner 所以是 就是說 這邊有兩個係數 spinner是兩個 兩個 是二乘一的矩正 對不對 那上面是 這是自選向上的那個狀態的分量 這是向下的那個分量 OK 所以我們這四子就變成怎麼樣 四子就變成是這樣 I H bar 然後 然後 那後面是哈密通年 對 那我們把這個帶 把這個帶進來 所以我們就 H bar Omega 是不是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再把怎麼樣 把那個 包裡矩正 吸管 記憶體 我們把它帶進來 我們就得到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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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磁場中 它做什麼運動 你們在電磁學有沒有學過 有一個名稱叫precision 學過沒有 就它會這樣繞的 對 那這樣繞 表示它有個頻率 對不對 它有繞的頻率 但我們現在不曉得頻率多少 我們不曉得頻率多少 對不對 但既然有個頻率的話 這個時間 這個變成什麼樣 變成時間 它的時間函數是什麼 時間函數 腳旋轉的話 這是什麼樣的時間函數 只是函數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寫 它一個腳頻率 可以看 可以看 就是它那個 那個 它因為它旋轉嘛 所以 我們可以這樣描述 它是 它有一個頻率 我們現在還不曉得頻率 頻率多少 那你們知道 這代表T等於0的時候 指 其實這兩個是起始條件 在某個時刻 某個時刻 我們知道它的自選狀態 那這樣的話 時間為分 時間為分 我們可以直接做的 這都很容易的 這都很容易的 負的 負的I 這個 我就不用寫了 這時候以 這是 這腳頻率 Om是真的 這清楚嘛 那我們把這個 帶到 帶到這個式子來 我們就帶到這個式子來 我們就得到 I H bar 然後 負I Om0 然後 那我們看 這個乘上這個 變成什麼 這2乘2矩正乘上這個 變成正的 但即將變成什麼樣 變成負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得到這個式子 OK 等一下我弄錯掉 這是 這是Om0 所以 OK OK 那 這個呢 變成 負的I跟I 變成是 1嘛 所以這次變成 H bar O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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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兩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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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 它的解是什麼 我們來看它的解 O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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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 不是消掉嗎 我寫在這邊 O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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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下那個式子變 H¹0 然後 poorer負的 告訴我們什麼 這個式子 告訴我們這個量必須等到多少 等於等於0 OΤ0 對不對 除非 那否則怎麼樣 這要等個0 Omega如果不等個0的話 α-必須要等個0 所以我們的 eigenstate是什麼 我們是這個 我這邊用一個加號 加號表示這邊是加號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是等什麼樣 α 對不對 我們把 然後我們叫α 我們前面的前提是什麼 還繼續的 不要忘了我們這是要乘上這個 對不對 我們如果這個要歸一號的話 要歸一號的話 這個要什麼值 Normalization 這是第一個解的 這是第一個 eigenstate 我們知道這是 eigenvalue 從它一起把就是 eigenvalue 我把它寫在這邊 這是第二個解 我們看第二個解 第二個解 第二個解是 Omega等於負的Omega0 那這樣的話上面是變成是 H bar 負的Omega0 對的 然後alpha plus 然後另外一個呢 H bar 負的Omega0 然後上面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結論 對的Omega0 對的Omega0 OK好 這樣這樣會的 OK 所以我們的spinner是什麼 我們就得到這兒 OK 對 我這邊要加個0 這是正0 在這裡 這是等 那這邊是 Omega是負的 Omega0 對不對 這是什麼 然後這邊我再寫一下 eigenvalue 所以我們有兩個 eigenvalue 有兩個 eigenstate 對不對 就Hermintone 我們得了兩組 兩組的 eigenstate 這是對應的 eigenvalue 然後這是 eigenstate 那底下我們要討論的就是說 我以前在跟你們講那個 eigenstate的時候 可以跟你們強調嗎 對 我們再複習一下 eigenstate有什麼物理意義 eigenstate就是說 它如果起始狀態在某個 eigenstate的話 它就一直維持怎麼樣 對不起 Hermintone的 如果是Hermintone的 eigenstate的話 如果在某個時刻 它是Hermintone的 eigenstate的話 它就一直怎麼樣 一直維持那個狀態 這樣清楚嗎 但是呢 一個自選狀態 是不是必須要在 eigenstate 我一直在跟你們強調 你們要把破環數跟 eigenfunction 把它分開來 還繼續的 這是不同的東西 一個狀態 或者一個破環數 跟 eigenfunction 這是兩回事 這樣清楚嗎 那我們講過很多次了 eigenfunction的構成完整集合 對不對 eigenfunction或 eigenstate 過程完整集合 那一般的 所有的狀態 都可以展開成怎麼樣 對 展開成 eigenstate的線性合 對不對 OK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但如果是在 有一個起始狀態 我這樣寫 我這樣寫 這是起始狀態 在某個時刻 對 在某個時刻呢 這自選狀態是這個 讓我你知道這是等於A 是這兩個狀態嘛 然後我們底下要問什麼 我們底下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的問題是 它會隨時間怎麼變化 這是在T等於0時刻 這是椅子的啦 椅子是它的 自選向上是這個分量 自選向下是這個分量 OK 那麼要知道在T時刻 就以後的時間啦 這個自選會怎麼樣做變化 其實這個答案我們已經知道了 這個答案我們是知道的 我們看這個是 你們告訴我這個答案好不好 我們以前學過了 我們以前學過了 我們考試都考過了 這是這個嘛 T等於0 T等於0就是這個嘛 就是把這兩個帶進來啊 把這兩個帶進來就完了 所以等於A什麼 上面這個 A10 然後怎麼樣 負I 加上 B 01 I Omega0 有沒有聯想到 還記不記得以前 以前我們不是這樣講嗎 如果 一個破環數 破環數在T等於0時刻 這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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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前面的係數 展開係數 那我們不是有這樣的考試嗎 這等於什麼 就是把後面的時間函數怎麼樣 把它加成進去啊 所以等於是 N CN U N 然後再成為什麼 只算 E I E N 對不對 這就是這個式子啊 只是我們這邊只有兩項而已啊 這樣會的嗎 所以跟我們以前學的是一樣的 他知道我寫的意思了 然後我們現在看 底下我們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不是這麼簡單的問題 不是這麼簡單的問題 我把那個問題寫下來 這書上的 如果 我們問題是這樣 在T等於0時刻 T等於0時刻 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的 這個狀態 這個狀態 是在怎麼樣 它是 在自選在X方向的分量的怎麼樣 就是I跟State OK 那它I跟Whiters是 正的二分之一 這條件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蛤 這前提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在T等於0時刻 自選在哪裡 對在X方向 這樣回來嗎 這是我們前提 對 那我們看以後 這個 以後看會隨時間 做什麼樣的變化 要注意 是在 我們的現在問題是這樣 我們磁場在這裡 這是我們磁場的方向 磁場方向是在怎麼樣 在G方向 這是G方向 這是X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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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磁場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的自選在這裡 這樣清楚嗎 在T等於自選在這裡 那我們要問 這個自選會誰時間 會做什麼樣的變化 知道我們的問題沒有 OK 好 那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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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實際 就是說 所以我們這次要怎麼做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要確定 它的I跟State 是怎麼樣 這是 就是說 其實等於是在解A跟B是什麼 我們如果A跟B知道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就帶進這個式子 就可以把它寫出來 就可以找出來 SX SX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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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錯啊 這跟我做兩回事啊 它狀態可以任意狀態啊 它可以取選 它可以取選 自選可以取選在這個方向 你任何方向都可以 其實我們可以做幾個做到 如果取選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 我們來看 其實我們在另外回過頭來一個很重要 一個問題 其實我剛剛問過 如果它其實狀態是I跟State的話 就怎麼樣 它就不隨什麼樣 不隨時間變化 如果你自選在這個方向的話 或在這個方向的話 它是什麼 它是I跟State 所以它就不隨時間變化了 所以它體現之後自選是向上 就是這個 這是SG的I跟State 對不對 其實原先的Harmintone 就是Harmintone的I跟State 那Harmintone的I跟State 這是什麼方向 這是SG的I跟State 其實這也是SG的I跟State 這個啊 這不是SG向上的嗎 這是向哪裡 向下啊 所以其實如果T的I跟State 是這個狀態的話 是自選向上嘛 如果是這個狀態 自選怎麼樣 向下 但是在什麼方向 在E方向嘛 那就永遠怎麼樣 永遠不變了 用物理化講說 如果幾天自選 幾天自選 如果在磁場方向的話 它就怎麼樣 怎麼樣 都沒有做變化了 這樣聽不聽說 OK 在這個方向 或反方向 都不隨時間變化了 但是 如果這個方向 就會隨什麼樣 就會隨時間變化了 我以前不是跟你講過了嗎 還繼續呢 都忘掉了 我們再複習一下 以前不是跟你講 I跟State的意義 有沒有 其實我剛剛才講過了 如果在某個時刻 我們知道它是在 Hermitonium的 不要忘了 是Hermitonium 如果Hermitonium的I跟State 它就不隨什麼樣 不隨時間變化 這樣清楚嗎 那如果不是I跟State 它就會隨時間怎麼樣 隨時間做變化 應該還記得吧 那我們來看 解決這個問題 期間它是在這X方向 我們首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要把這個I跟State 把這個I跟State 它的I跟State 先把它找出來 不要忘了 但是我們要表示成 那個原先的坐標的 那我們看怎麼樣 怎麼樣做這個問題 怎麼樣找那個SX的I跟State 那怎麼樣找 就是S 這是一個算幅嗎 算幅然後怎麼樣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題目已經告訴我們 它的I跟Value 是H2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把I跟Value 帶進去 這是我們題目 就是說I跟State 要是這樣子 這是Operator 這是I跟Value I跟Value 那邊告訴我們 正的不是負的 我用那個原式的好了 你們看 我們看我右邊 我畫藍色的圈圈 藍色的圈圈 是算幅 對不對 對不對 右邊那邊 那紅色圈圈圈是I跟Value 有沒有 紅色的 紅色的I跟Value 然後這是I跟Value 所以我帶進來 然後這是我們的算幅 是Operator 這樣聽不清楚 那我們下一步就要解這個 那怎麼樣解這個 我們要把算幅怎麼樣 把算幅帶進來 來我們看 SJ是什麼算幅 來你們告訴我 對01 那這邊呢 10 對不起 還有二分之1 H8 OK 這個不要 然後再過來 是二分之1H8 多寫了沒有 那二分之1H8 二分之1要消掉了 所以變成是這個乘上這 這個乘上這 是什麼 這一排乘上這 B 對不對 這一排乘上這 這個是A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告訴我們 B要等於A A要等於B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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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兩個 相性相關的 這兩個 其實是兩看 這兩看 是一樣的 我們能不能解釋 但我們知道它比例 要歸一化以後告訴我們要怎麼樣 對兩個都跟它二分之一 現在知道答案了嘛 你把A跟B帶到這邊來 到這次子來 A跟B帶到這次子來 就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這樣會嗎 自選狀態我們就已經知道 所以我就把答案寫在這邊了 所以我們就得到Y 右邊是根號 這是我們的自選 自選狀態的時間函數 好 這是自選 那我們如果要知道物理量呢 對 我們就要知道那個自選在 在什麼 什麼方向 自選的三個分量 的物理量 我們測量的結果 應該怎麼樣 有三個 這樣對嗎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看這三個期望值 這是等於 那這是等於 這樣會 會了沒有 這三個期望值 我們去算出來 對不對 我們就知道自選怎麼樣 它這三個分量 做什麼樣的時間變化 那你把這個帶進來就對了 會了嗎 把這個帶進來就對了 不過不要忘了 你在做這個 左邊 左邊是怎麼樣 要換成什麼 要換成共二負數 不要忘了 這邊要換成共二負數 我先做一個好了 我把那四個寫下 你們 這是等於什麼 等於是 這個 左邊 左邊是根號二分之一 那這邊變成是怎麼樣 一零 這邊是共二負數 加上 跟它二分之一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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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是負的零 那這個 XX算乎 這是等於二分之一 H bar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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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个换成SY的 换成SJ的 你就得到三个答案了 你们要不要自己先试试看看 然后下一节课我就告诉你们答案了 下节课就告诉你们答案了